小男孩只是打碎了一杯奶茶 结果就发生了怪事 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脱皮 下一秒 原本破碎的身体 又会在铁网的背后复原 原来这是个身体残疾的男孩 他每天做梦都想和铁网里面的小朋友玩 可自身的缺陷 却又让他特别的自卑 直到这天 小男孩偷偷溜了进去 还被一个小女孩发现 小女孩想要邀请他一起玩 结果小男孩却重重的摔倒在地 小男孩拼命的想要奔跑 结果大腿就是一动不动 刚刚鼓起的勇气却被无情的嘲笑 男孩又一次被打回原形 尽管他拼命的想要抓住草地 但还是事与愿违 看着想和自己玩耍的小伙伴 他不想错过童年 于是他努力的扭动这可恶的命运 奋力的钻过了铁丝网 又拼命的站起身体 可面对别人的异样眼神 小男孩的自信 有一次被击溃 渐渐的身体被抽离 可男孩就是不放弃 面对这种坚强的意志 小朋友们也被震撼 就在男孩马上就要被全部抽离时 一只友爱的手抓住了他 随后又一只手抓住了他 为了帮助小男孩 小朋友们一个又一个的接力 他们努力的拉扯这个坚强的小男孩 可结果 所有人都被抽离了出来 卑微大家会责备他 可大家却反而很开心 就连阻碍他们的王也一起消失了 就这样没有了界限 男孩终于找到了朋友 所以你只要努力 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个男人正在潜水 却被一群食人鱼盯上了 而此时他还不知道 食人鱼已经对他发起了惊弓 突然 他们撞了个正着 奇怪的是 男人竟一点不害怕 还把氧气罩摘了下来 气泡迅速冲上了水面 好像是信号 上面的人就立马丢下了一头 十吨重的牛 一百年都没有吃过肉的食人鱼 迅速抛弃了男人 向野牛游去 但男人并没有逃跑 而是往更深处游去 要知道这群食人鱼 十秒内就能吞掉这头野牛 男人却迟迟不上岸 似乎在寻找什么 突然 男人发现了一枚蛋 刚要去拿 食人鱼自不意识到了不对 砖头猛突了回来 男人爆起蛋 就火速向上游 可食人鱼的速度又极快 直接咬到了男人的脚 千举一发之际 男人抓住了一根藤蔓 用力一跃 成功将食人鱼踢飞 卧底个乖乖 他竟然成功了 可刚上岸 就被坏人盯上了 男人拿起M4 帅气的反击 随后迅速跑上了一辆车 突然 他被一把铁销打翻 黑人出销极快 但男人硬是用一招无影角 外甲七声拳 打得他找不到背 男人起身刚要走 却被一只暗枪打伤 原来是七言一富豪 他也想要这个乾坤蛋 还把他带上了飞机 突然火山爆发 如果不将乾坤蛋 在月食之前带给玛雅人 他会咆哮着毁灭世界 于是男人愤怒地 驾起汽车 跳上了飞机 拥有主角光环的他 一秒就钻进了机舱 老富豪根本不是男人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男人踹出了飞机 而男人硬是拿着乾坤蛋 在飞机坠回前 成功跳伞 玛雅人也终于得到了乾坤球 并将他在月食之前 回归了原位 男人也终于成功地拯救了世界 这是个神奇的世界 所有的婴儿都必须生活在树上 而成年后 又会被关在一个盒子里 他们每天除了睡觉 就是发呆 没有一点自由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呢 直到这天 一群可怜的树人中 诞生了一个顽皮的小男孩 他将改变这里的一切 小男孩对新世界十分的好奇 每天各种整骨旁边的邻居 尽管邻居很难受 但他早就习惯了屈服 所以并没有责怪小男孩 直到这天 小男孩遇见了一只美丽的蝴蝶 他们玩得开心极了 可突然 就被邻居一把拍死了 这下完蛋了 小男孩开始狂躁起来 还唱起了歌 因为这里太枯燥了 没有音乐 他就用手拍自己的肚子 来打节拍 终于他把一旁的邻居 给激怒了 小男孩这才肯安静 但你以为他屈服了吗 不可能 等到大人们都睡后 他又调皮的唱起了歌 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几天后 小男孩长大了 而且比他们都高 更可怕的是 他还把自己的一只脚 也挣脱了大树的束缚 这可把邻居们吓坏了 要知道在这里谁想破坏规矩 都要受到上层的惩罚 果然不到一秒 上面就掉下来一根大管子 还放起了音乐 你以为这是八言和吗 那就错了 它是一种会唱歌的刑剧 只听啪啪一声 顽皮的小男孩 立马就变安静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 小男孩开始害怕 不得不像邻居一样 选择屈服 可这却引来了所有人的耻笑 他又讽刺的笑声 直接激怒了小男孩 于是他有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狠狠地拔出了自己的双腿 又借助邻居的高度 爬出了盒子 那可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这些可怜的树人都被惊呆了 所以要想跳出束缚 就要勇敢向前 说不定那不是陷阱 而是曙光 注意看 这只病毒越狱了 凡是碰见他的人 轻者四肢五力 重者当场死亡 可现在 他却出现在泰国街道上 人们被吓坏了 开始四处逃窜 有口罩的还好点 没有口罩的 那可就惨了 大胡子直接撕下腿车的膏药 贴到了嘴上 大妈拿出了菜叶 捂住口鼻 刚有甚者 直接把水桶扣在了脑袋上 一个小姐姐 刚好出门遇见了他 被吓得赶紧拿出了防狼喷剂 可瓶里连水都没有 这可把病毒乐坏了 小姐姐赶紧趁机逃跑 这时 防疫人员发现了他 这下病毒被吓得四处逃窜 没想到 这病毒跑得还挺快 防疫人员追了八条街都没有追上 但这也透支了病毒的体力 于是他装成了水管 没想到 一眼就被认出来了 无奈他只能继续逃跑 这次他躲到了垃圾箱后 可防疫人员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他探头的那一刻 又发现了他 他只能拼命的跑 下一秒 他就在等红绿灯 没想到病毒也懂交通规则 但等到防疫人员马上要追上他时 绿灯亮了 病毒立马跑上了斑马线 可突然 所以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 注意安全 并且时刻谨记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这是一群人类和外星人的混血宝宝 你绝对想不到 他的父母是怎么恋爱的 就在几天前 宇航员在外太空 发现了个奇怪的外星人 他笑极了黄瓜 头上还顶着个 爱你一万年的小红球 宇航员忍不住好奇 就用手怼了一下 他竟然一动不动 于是他又怼了一下 他还是不动 而且QQ弹弹呢 手感还挺好 宇航员一下来了兴致 给了他个大嘴巴子 但不管怎样 想外星人就是不动 于是宇航员放肆了起来 给他挠起了痒痒 突然 外星人竟然把自己的黄瓜身体 伸长了200来米 在和宇航员对视了6.66秒后 啪唧 把头上的小红球送给了他 这下宇航员懵了 慌得一动不敢动 当他缓过神来 想去拿球时 又啪唧 小球炸了 脑袋一下变成了外星人的模样 随后 他又跳出了衣服 完全变成了个外星人 还死心塌地的 跟着外星人走了 谁撑想 这个外星人繁殖极快 短短几天 他们的宝贝 就霸占了整个星球 如果你遇到这种生物 可千万不要盯着他看 也不要随便触碰 因为一旦被他盯上 就会被他强行带走 完了完了 你看 他已经盯上你了 你知道脸上的痘痘 为什么又红又痛吗 因为他里面住着个小人 他不仅又爱又胖 还极其嚣张 他告诉女孩 要一直长在他的脸上 让他永远也别想漂亮 女孩一听就怒了 他拿出强力去斗药膏 将他狠狠地涂在豆豆上 就这样 和豆豆叫起了劲 但药膏却怎么都钻不进去 豆豆看着拼命努力的药膏 又开始嘲笑起了女孩 女孩不服输 开始拼命地通往 加强药力 可尽管药膏变得无比凶猛 还是突破不了豆豆的顽固外衣 反而让女孩觉得很痛 皮肤也受到了二次伤害 显然他失败了 这下豆豆更嚣张了 但女孩坚决要消灭他 女孩找来了一款神奇药膏 将它挤出来 轻轻用力涂到了豆豆上 果然奇迹发生了 药膏毫不费力地钻进了豆豆里 还立马分成了三个 小豆豆被吓坏了 药膏开始拼命地 碰出嚣张的豆豆 那力度 他给轮大锤 但女孩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没一会儿的功夫 嚣张的豆豆就被揍扁了 女孩变得比以前更漂亮了 原来女孩平时特别爱熬夜 还爱吃各种油炸小零食 所以喜欢深夜追剧 是不是像极了你 这些坏习惯 直接导致女孩长出了顽固的豆豆 所以要想皮肤好 就坚决不能熬夜 但要想戒掉零食 你们能做到吗 这个爸爸太可怜了 为了能让儿子上学 连一双鞋都舍不得买 更可怜的是 因为自己腿部受伤 爸爸只能每天在零下50度的天气里 穿着拖鞋去路边为别人擦鞋 来赚取父子俩的生活费 孝顺的小男孩特别心疼爸爸 他想为爸爸攒钱买一双舒服的鞋 从此爸爸只要给小男孩零花钱 他就会攒起来 放在一个捡来的瓶子里 看见别的小朋友在吃冰淇淋 他也特别想吃 但想想爸爸当双只能穿拖鞋的脚 小男孩就放弃了 他死死的赚着零花钱 他一定要实现那个给爸爸买鞋的愿望 于是小男孩开始在放学后 偷偷的捡瓶子外 到了周末就去菜市场里 卖一些廉价的小物品 终于在一个月后 他攒够了钱 小男孩去商店里 挑了一款最适合爸爸的鞋 拿回家里偷偷放在自己家的门口 最后瞧瞧门就躲了起来 爸爸打开门的那一刻都惊呆了 他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馅表 但鞋的芝麻又和自己的刚刚好 就在他纳闷的时候 突然看见儿子就在不远处 老父亲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爱是相互的 不论贫穷贵 我们都能感受到幸福 这只小狗已经七天没有吃饭了 一个男人看得可怜 就把手里的鱼丸送给了他 没想到从此男人的人生就开了挂 上班从来不用抢车位 就好像有人特意预留的一样 下班别人的车上都有鸟粪 只有自己的 却一尘不染 原来这一切都是狗狗的功劳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男人 每天早晨 他就早早地帮男人留车位 谁都不让碰 看见小鸟在搞破坏 他就坚决守护 宁愿受伤的是自己 而且绝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这辆车 看见凶狠的流浪狗在撒尿 他也会冲上去 找他决斗 然后再拧开个水龙头 用管子帮男人清洗干净 男人到车走神 狗狗也会及时提醒他 这到底是个什么狮仙狗子 爱了爱了 可直到这天 男人刚下班 狗狗却突然抢走了男人的包 男人很诧异 但还是跟了上去 没想到竟然遇见了男人暗恋已久的女孩 原来就在几天前 男人买鱼丸 却看上了对面打电话的女孩 但男人没敢上前表白 这一幕恰好被狗狗察觉到了 趁着女孩的车坏在了半路上 狗狗赶紧帮男人制造偶遇 看着狗狗可爱的表情 男人瞬间明白了一切 低水真当涌泉相报 那如果你遇见这样机智的狗狗 你会收养他吗